远方的家一带一路设置组 继续在新加坡的形成 新加坡人居住的组屋 是怎样一种住房 每一个新加坡人 只要你是新加坡人 你就有权利买一件住 跟家产无关 只跟个人的收入有关 对 有东方十字路口之称的 新加坡港盛况如何 按说是不应该这样行走的 对对对 因为整个这个码头上 货运非常的繁忙 远方的家大型系列特别节目 一带一路第45集 热带国家的简约生活 正在播出 远方的家一带一路设置组 继续在新加坡的形成 新加坡是一个面积 只有700多平方公里 人口却有500多万的城市国家 由于整个国家就是一座城市 所以没有省市等行政区划 而是按住宅中心 邻里中心和新城镇的三级中心 进行规划 构成新加坡人住宅的基础 是政府修建的一种居住区 祖屋 设置组在新加坡向导 陈志福的大令下 了解新加坡人的居住 与家庭生活状况 您说这个区域叫做祖屋 新加坡的这个祖屋概念 它是什么样的房子 才算祖屋呢 我们所谓祖屋就是说 政府的已经属于政府的屋子 叫祖屋 祖屋是说有些新加坡人 他们的免业的薪水 有一个限度 还可以买些祖屋 好像有些现在 有我们这里1528套的房子 有分为五房式 四房式 三房式 还有最特别的是老人工艺 那从您说的这个概念 我可以理解成为祖屋 就是在新加坡所有在售的 这些居住的房子当中 它是相对来说比较便宜的吗 就是它有很多条件 就是说每一个新加坡人 只要你是新加坡人 你就有权利买一件祖屋 不过你老爸是百万富翁 一万富翁 你工作 你去做工的时候 你薪水在那个底线下面 你也是可以买祖屋 跟家产无关 只跟个人的收入有关 组合房屋 简称祖屋 是由新加坡建屋发展局 承担建筑的楼房 新加坡的祖屋制度 是建于1960年 在过去的50多年中 新加坡政府建造了 近100万套公共住房 祖屋覆盖人群 由1959年的8.8% 提高到85%以上 像我们周围 现在看到的这些大楼 都是祖屋吗 对 全部都是祖屋 对 不同时间完成的 这个墙面的颜色是有点不同 因为大家看到我们身后的这些颜色 有点土黄色的 然后包括旁边我们有紫色的 前方有这种就是青色的 然后那边那个蓝色的 是不是也是祖屋 对 它们是不同时间完成的 这祖屋的特点是什么 你们本地人可以一眼就看出来 这是祖屋吗 对 因为祖屋跟我们工艺有稍微不一样 祖屋底层我们没有把它围起来 没有围墙 开放的 开放的 所以这是一个特点 还有是说 祖屋方面我们的预热厂 全部分配的很整齐 所以每一个工程 它们有分配几个预热厂 所以这个是特点 都是按比例来分的 对 新加坡人九成拥有自己的住房 超过八成居住在政府祖屋中 目前祖屋均价 大约每平方米三千新加坡元 相当于人民币一万四千多元 新加坡政府规定 一个家庭只能拥有一套祖屋 对于骗购者 将出以高达五千新元的罚款 或六个月的监禁 刚才大家可能没有一个概念 其实刚才我们是在我们右手边的 这栋楼顶上 而这一栋楼就是整个组屋项目当中的停车场 这个组屋项目当中有几个停车场 有我们这15栋楼有两个停车场 有两个停车场 车位是1015个车位 一千多个车位 房有1528个付款 所以还没有到一对一的那个比例 还没有到就是一个住户有一个车位这样的比例 在这里停车位是免费的吗 没有 这种停车位因为有物品的停车位 我们每个月算是一个月90块 90个新币 90个新币 新加坡的组屋没有地下停车场 停车都是用停车楼 一个车位每月的租金相当于人民币400多元 组屋的底层一般不做住宅使用 而是空出来用作居民的活动场所和服务设施 跟随向导陈志福 设置组走进一栋组屋 其实我有注意到 基本上上电梯的地方 好像说明了这个文字有好几种文字 对 就是说这个是英语文 这是马来文 马来文 英文 英文 华文 英特文 马来文 四个种 至少三个种族 至少要有这四种语言 对 为什么会要有这样的考虑 我们有新加坡是多元种族的地方 所以每个发展 每个族我们都有种配别 有些少数 民族 马来人 民族人 华人站了六七成 华人站了六七成 其他的都是我们的移植 稍微不要少 我明白了 所以其实就这个社区并不是说它以族群来聚居的 其实我们走到这个楼道就能够发现 因为你看这个屋子上贴着出入屏 所以一定是华人的 然后这包括挂着灯笼 然后你看都是上面写着福啊 恭喜发财啊 所以这是很明显的这个华人的一个特色 新加坡主要有华族 马来族和印度族三大种族构成 为实现种族融合 新加坡政府对每个族屋区 甚至每栋屋中各种族所占的比例都做了规定 购买族必须符合这个比例规定 其实我们现在从这个外立面上去看 好像一个窗户挨着一个窗户 但其实我们走到楼道里会发现 它这个私密性还是有的 因为房子有这个拐角的设计 不会觉得一条通道有太多的门 对 拐角的设计是有原因的 因为每个东西我们都会注意 我们太阳出来的地方 太阳下山的地方 所以在拐角他们看到整面的灵面图 尽量是去把那个房间偏偏 也不要给他们洗照 与中国北方重视房间采光相似 地处热带的新加坡人购买房子 最重视的是通风 行走在族屋的楼道里 设计族发现一户华人家庭正开着门 正好也开着门 它的这个春联也都是刚刚写的 你看猴年吉祥 猴县盘桃 鹿县之 天增岁月人增寿 猴年吉祥 刚刚写的 您好 您好 叔叔 您好 我们是中国中央电视台 远方的加栏目组的 我们过来看组屋 然后看到您家开着门 可以进来参观一下吗 要换鞋吧 我们把鞋脱了吧 没关系 没关系 在新加坡的组屋里 最小的是一房市 最大的是六房市 我们采访的赵继萍 今年六十七岁 他和老伴来到新加坡 是为了帮儿子带孩子 见到来自中国的市制组 他很亲切地为我们切切西瓜 您这是过来新加坡多久了 我过来五年了 五年了 我每年都回国内一趟 回国内 您是哪里人啊 山东人 山东人 跟我是老乡 是吧 你山东人 我是青岛人 青岛 正聊着赵继萍的老伴 接孩子回到家里 征得他们的同意 赵继萍带我们参观起 他家的祖屋 你看这个是大厅我们一进 去年 搬一年吧 刚搬过来 就是也就是 这是住的第二个年头 这边是你们的洗手间 这是一个卫生间 卫生间 再往里走呢 是你们的房间吗 我们住这里 这个是你们住的 这个就是原始空间的大小 是吧 对 原来就是这里面有一间 这个卧室就是这间 对对对 你们住 原来这个我一个卧室 三个卧室之一 三个卧室之一 赵继萍的儿子 在新加坡 从事电子信息行业 现在有一儿一女 由于平时工作忙 他就把父母接过来一起住 并帮忙照顾孩子 对于在新加坡的生活 老夫妇也是逐渐才适应起来 刚来的时候有点不得心 嗯 这个因为是气候有热 太热了 太热了 这个吃的方面 也不得不得活活力不业 不是特别的 但是北方地方 他这个地方就是南方 但是我南方口味 可能带点甜啊 甜辣 然后再吃点咖喱 对对对 咖喱可能那不得心 不过我们以后的 都多是自己做饭 那就比较 没太有什么太大的不同 对对对 赵继萍对我们说 由于新加坡人 讲华语比较普遍 所以在购物和日常生活的交流中 并没有太大障碍 因为网络的普及 他们在新加坡 一样可以收看中国的电视节目 平时你们喜欢看哪些节目呀 我觉得中央一台 三台 四台 四台就其他的八台 八台 六台八台 你喜欢看哪个台 三台 你喜欢看三台啊 喜欢唱歌啊 跳舞啊 喜欢看那个是不是 对对 所以就是孩子们其实现在也习惯 看国内的频道是吗 对对对 因为他们都是讲华语 都是在家里都讲华语 讲华语 我刚刚听着有时候还跟你讲方言呢 是吗 对对对 我们讲方言 所以进到屋子里来之后吧 一下子有点恍惚 觉得跟回到国内一样 对对 申请购买新加坡组 有严格的条件 首先必须是新加坡公民 年龄超过21岁 其次家庭月总收入低于规定的水平 如申请三房式或四房式组的家庭 月收入的顶限规定为 一万两千新加坡元 相当于五万多元人民币 此外申请人不能拥有私人住宅产业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新加坡人的生活 设置组联系到另外一家 居住在祖屋里的华人家庭 这里是新加坡麦波生小区的一片祖屋 我们今天要到当地的一户人家去做客 他们家有个特点 就是家里面有三个非常可爱的孩子 而且是三胞胎 就在这块玩呢 我们过去跟他们打招呼 你好 您好 田野 你好 这是你的三个宝宝吗 是的 好可爱 你看就在这玩耍 这位是你先生是吗 对 是的 你好 您好 您好 太阳太大了 陪着孩子所以满头大汗 你们搬来这里已经有多长时间了 大概四个月的时间 四个月 所以其实也是刚刚住在这不久 对 是的 在这里生活方便吗 你们还有这么多的小孩 蛮方便的 因为这边楼下就有幼稚园 然后前面有超市 还有吃饭的地方 在新加坡 判断居住区是否为组屋 非常简单 第一是他们的外墙 都整齐地涂有各种颜色 第二是组屋不设北墙 新加坡最受欢迎的组屋 在地铁旁边 被称为地铁房 这一级屋就已经开始了跳舞了 这位是你们家里面帮忙的 这位是我们的女人 也是在家里面待了很久了 田野的母亲与她们生活在一起 家里一下增加三个孩子 实在忙不过来 还请了一位阿姨帮忙照看 田野是中国人 在一家中资企业工作 丈夫蔡明和是新加坡人 你们这个组屋是多大面积的 大概是92坪左右 92坪 在新加坡来说算大的组屋了吗 算是四房式组屋 还有一种组峰是五房式的 那就是还是比较大的户型了 因为一进来我们也看到挺宽敞的 挺挺大的 这边是 这边是两个普通房 然后中间 最往前面走的就是主人房 主人房 现在这两个房间都是谁在住 我妈妈带一个小孩子 然后我带我的女儿 然后我老公带另外一个儿子 住那个房间 你们现在是家里三个大人 分别带一个宝宝 然后住一个房间 田野对我们讲 在新加坡 组屋并不是申请后 就能立刻购买 资格需要抽签 每两个月一次 平均每个申请者 大约经过四次摇号才能中签 为了推行鼓励生育政策 新加坡规定 育有三名孩子的家庭 优先购房 所以田野家可以优先申请组屋 现在这个坐在这儿 我也觉得特别的有意思 因为一个人手里面抱着一个宝宝 家里面日常的生活常态 也是这样是吗 每个人分配一个宝宝 然后来照顾他 对 那阿姨是什么时候来到新加坡的 来新加坡 她怀孕时候 之前是只有女儿在新加坡 你们老两口没来是吗 没有来 那那个时候你那么早就到新加坡 是读书还是 来读书 17岁来新加坡 田野与蔡明河在新加坡 南洋理工大学读书时认识并恋爱 当两人即将登记结婚时 田野的母亲对这段跨过婚姻 态度非常谨慎 一开始啊 一开始我妈可能是有一点顾虑了 我第一次我记得我来新加坡 我单独和我的故人 我们俩在一起交流 单独啊 很多问题我再问她 你能做到 做不到 那我不可以 不行是吗 对不对 不行不行 所以她都答应我了 她说我能做到 我说那行OK 我特别想问一下您先生 就是在新加坡的话 是有这样的传统吗 就是赵母娘会提前先见一下女婿 然后对你进行这样一些 很少吧 但是几乎都没有 但是当时就是真正的那个 面对田野的妈妈的时候 你 不会啊 不会害怕 反正我是正常的 不过我才奇怪 不过我才是正常的 所以其实这个在 就是其实文化上是没什么差异 文化上是没什么差异 怎么讲也是华儿对不对 也不能差 差不了太多吧 差不了太多 田野的家乡在中国吉林省 与蔡明河一起生活 无论生活习惯还是饮食习惯 大家都有一个相互融合的过程 文化上没有太多差异 也就容易一些 有了三胞胎后 这个家庭变得更加忙碌 在新加坡大孩子也并非一世 政府的话鼓励就是妈妈出去做工 如果做工的妈妈 政府会给一个额外的军贴 就是每个小孩子每个月补贴300块钱 足够负担他们的幼儿园费用吗 不够不够 完全不够啊 完全不够 因为这边的幼儿园费用还是蛮贵的 像他们一个月要一个人 差不多幼儿园费用要1000块左右 一个小孩子 所以就是政府只是每个小孩子补贴300块 然后额外的700块是我们要自己出的 自己出的 田野对我们说 生下三胞胎 在面积比较大的中国 可能不算什么新鲜事 但在新加坡 他家都因此出了名 随着孩子们一天天长大 他们越来越适应这种生活 田野恢复了上班工作 每天既忙碌又充实 适应着新加坡的快节奏 新加坡人的住房有哪三种形式 这全家福非常的漂亮 因为有三个很可爱的宝贝 所以这是我的老弟 恶守马六甲海峡的新加坡港 有着怎样的意义 一会我们有机会上去是吗 可以上去 可以上去 其实现在他已经在进行 这个集装箱的搬运的工作了 远方的家大型系列特别节目 一带一路 第45集 热带国家的简约生活 正在播出 在新加坡 住宅的房屋分为三种 第一种是租屋 价格由新加坡建屋发展局决定 市民购买后只拥有99年产权 第二种是由市场调节的公寓 价格是组屋的五倍左右 第三种是被称为执行共管公寓 价格介于两者之间 对购买者的收入有稍宽繁的要求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身边有这些游乐设施 而且有小朋友就在里面玩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又来到了 另一种新加坡人住房的形式 这种住房叫什么住房在里面 这个叫做执行共管公寓 执行共管公寓 这个跟组屋的区别有什么不一样 这个比普通的政府组屋要高档一点 一些 高档一点点 对这个通常就是他们的一个家庭的月薪 不可以超过一万四 这个每个月的月薪才能申请到 还有这个申请 是这个两个人的月薪加起来吗 还是家里面所有工作人员 家里工作的人员 所有工作的人员加起来 月薪不超过一万四 才有机会申请到这样的住房 是的 那它的这个价钱比起组屋来说要高一点吗 当然 当然是高一点 因为设备 这些设备都有 组屋的话都没有这些设备 都没有这些设备 可能只是就是一个住房的需求 执行共管公寓 是近年来新加坡政府推出地中 介于组屋与公寓之间的住房 为了帮助中等收入的新加坡人 以市场下的70%到80%的价格拥有公寓 它在本质上属于公寓 所以环境更好一些 配备保安 游泳池 地下车库等 组屋不具备的条件 我特别想知道 你看孩子们在泳池里面玩得很高兴 但是他们有这样的 可以享受这样的公共设施 是要再付费用的吗 还是就含在他们平时的费用当中 OK 这些都有 每个月都要付交这种费用 相当于我们说的物业费 对 物业管理费 对 管理费 所以这个好像一个三房市的话 大概要付大概是200多块钱 每个月三房市 要付200多块新币 那相当于人民币就是1000块钱的样子 在新加坡 组屋和执行共管公寓 必须在居住满五年后 才可以转售给新加坡人 其中执行共管公寓在居住十年后 可以卖给外国人 设置组所在的公寓叫做坎贝拉一号 在向导阳静亮的带领下 设置组走进了一户印度裔人家 嗨 哈喽 很漂亮的色调 他进来之后就特别有名字特色的照片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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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房式了,三大的房子,您是什么时候搬到这儿来的? When did you move into your home? December, about 7 months. December to 2016. 刚刚7个月的时间住到这儿。 也是去年的12月,应该是15年的12月刚刚搬起来。 So, it's a new home for you. Yeah, it's a new home for us. Very beautiful. Yes, yes, yes. We really like the house here. Oh,非常喜欢这个房间。 家里还有其他人在吗?还是说他自己在家。 Your family members? Okay, we got five of us. Myself, my wife, and three children. Yes, I saw that picture. Yes, she was. 这群阿福非常的漂亮,因为有三个很可爱的宝贝。 So, this is my eldest son, I second son, and my youngest. And of course, that's my lovely wife. Yes, yes, she's beautiful. 这是一个无口之家。 男主人萨内尔是一名工程师。 他们搬进坎贝拉一号公寓, 刚刚半年多的时间。 居住在一个三十一厅里。 今天是休息吗?还是下了班回家? Is this your off day or just come back from work? Oh, just come back from work. Oh, just come back from work. Oh, just come back from work. Oh, just come back. Yes, I came back home. Oh,6点刚刚放工回来。 Oh, so now就可以在家里面休息。 那像那个住在这儿的就是印度人多吗? So, these are like Indians like you. Do you have many friends or same race staying here? We have a few families. A few families. I think we only got to know each other after we moved in. 在新加坡, 购买直行共管公寓与祖屋一样, 需要由建屋发展局统一调配种族比例。 印度以新加坡人生活简朴, 但对建筑与装饰则则非常讲究。 所以他们的家庭都装饰得很漂亮。 那像年在新加坡是已经待了多长时间了? How long are you a citizen? How long are you a citizen? How long are you a citizen? I actually born in this year. Oh, he is born in this year. Oh, he is a country. He is a country. He is a country. He is a country. Yes. Can I just say, You are a local born? Yes, local born Singapore. So, all family members are all Singaporeans? Yes. 新加坡是海外印度人口最多的城市之一。 在新加坡500多万共民中, 华人大约占74%, 马来组约占13%, 印度组约占9%。 你有去过中国吗? I have been to Tianjin and Shanghai, more for work. Oh, more for work? Yes, not visit, more work. So, how do you feel about China? I think it's a big country. Yes. It's very beautiful, really. But I only talk about Tianjin and Shanghai. Tianjin and Shanghai. And the Tiananmen. The Emperor, the Palace. Peyqin. Peyqin, yea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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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Yes, right. So, it's very beautiful. Peyqin, yeah. Jeucine. 登上中国巨型货轮 了解中国船人的生活 远方的家大型系列特别节目 一带一路第45集 热带国家的简约生活 正在播出 作为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国家 新加坡恶守马六甲海峡的咽喉要道 港口地位举足轻重 新加坡港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港口之一 也是国际著名的转口港 这里有200多条航线连接世界600多个港口 在向导李华寨的带领下 设置组登上新加坡港无大楼 了解这个东南亚大港 站在这里的视野非常好 其实我们身后能看到很多的码头 这里就能够看到新加坡港的这个全貌是吗 是的 我们现在站的地方是新加坡港无大楼的一个总部 这个总部呢40层的关键平台 在这里我们能看到新加坡港的全貌 这个地方就是新加坡的一个老港区 老港区 新加坡中共四个港区 这一块呢是有丹荣巴格港区 有丹荣巴格港区 还有丹荣巴格港区 大个老港区 那么应该是这一块呢是在1964年开港的 那以前的那个船只如果从老码头进入的话 它基本上走的是一个什么线路呀 它那个进港呢 这个线路其实是一样的 都是从东行的经过马来西亚海峡下来 那么西行的呢也是从泰国从马来西亚过来 都要经过马来西亚海峡 那么只是说呢一开始建设的时候呢 新加坡当时最早开港的时候 那么这块区域那么是优先发展的 那么随着这个集装箱这个量的越来越多呢 这个老港区已经不够用了 满足不了了 对对对 所以现在慢慢地发展了新港区 时至今宇 新加坡港与世界上120多个国家和地区 建立了业务联系 每周有400多艘班轮发往世界各地 现在这边的这个吞吐量能达到多少呀 老港区 整个的这个四个港区加起来 目前应该吞吐能力达到 差不多有5000万标准线 应该说新加坡还在发展 未来呢可能在大盛的边 要发展一个新的港区 可能会达到6000万标准线 那么这个一个规模呢 应该说是 在全世界属于比较大的港区了 新加坡港是一个全天候座椅的码头 航道最大水深21米 核心业务是机装箱中转 这里的装箱国际中转比例 高达85%以上 承担了全球1 7分之1的机装箱中转业务 规模还在不断扩大 这边的是巴西班达港区 相对建的比较晚 这大概是哪一年建起来的 应该是2000年前后吧 开始建 因为这个博位建设时间比较长了 因为这个是5年5、6年的 都是一个一个的来建成投入使用 但是之前呢 1997年之前新加坡 它是新加坡港务局 是一个政府机构 那么97年以后呢 它开始做了一个企业化改造 从97年到现在 它就完全是一个市场化的 一个市场运作的一个模式 市场运作了 然后呢 应该说从那以后呢 进入一个快速发展期 那么同时随着这个 集装箱化的普及吧 现在它是一个专业的 集装箱码头 2003年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 与新加坡港务集团合作 合资成立中原海运 新港码头有限公司 目前共经营两个部位 合营期为24年 这是中国远洋海运 第一个在海外投资的 码头项目 那么这两个部位呢 当时确实还比较 一个比较里程碑式的意义 码头是国家的这种 战略性费源 一般不开放的 应该说我们这个 实际抓得很好 能够进来是非常不容易的 非常不容易 在这能看见吗 哪一个是 这边看 这边看 这边看着靠右手的 这个最远端 就是那一边 最远端的叫巴西班上 一期一二号部位 就是我们现有的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 图图的现有部位 不过呢 我要给你介绍一点新的 今年那3月28号的上海 跟这个新港码头 集团呢 又签署了一个新的 码头图图项目 就是靠近我们的这个脚上 现在我们看到的 就是像平地一般的地方 对这个三期 叫31号到33号部位 这个新的码头项目呢 就是那么我们这个中国远洋 海运集团新成立以后的 又把这个来来码头项目 进行的升级 加大了投资 又做了一个新项目 李华斋的我们奖 新的博位预计在2017年 开始运作 每一个新博位 岸线长400米 水深18米 足以靠博和装写 世界上最大型的集装相传 在他的带领下 设置组走下港屋大楼 来到码头上 走到这个港区里面 才发现一个码头 是有多么的大 现在我们是在这个 新港区当中的 哪一个码头 我们现在是站在 这个巴西班达港区的17 17 也就是刚才讲的 我们中国远洋 很有集团投资的 老国位 也做了这个港区 其实我们现在 大家可以看到 就我们戴了安全帽 穿了这样成色的安全衣 就是因为在这 按说是不应该这样行走的 因为整个这个码头上 货运非常的繁忙 我们身边全部都是 大型的集装箱 都要通过汽车的运输 包括这些很高的这种塔吊 才可以完成一个 装卸船的这样一个过程 那日常的过程当中 在这个港区当中 都有一些什么样的工作 我们这个因为 作为一个集装箱码头呢 它是简单来说 就是负责接靠 集装箱船的 在当地的这种装船卸船 应该说这个 基加坡港可能 作为一个中转港 这边的货运非常繁忙 那么平时呢 我们就是 那么应该说 船到了以后 那么从这个船舶进港 那么从靠舶 一直到作业完了以后 它离港 整个过程都是 码头的时候要做的业务 李华斋对我们说 全球贸易大发展 促进集装箱运输 也不断改进 随着一万八千雕箱 集装箱巨轮的出现 世界集装箱海运 开始进入 超十万吨级的 大进化时代 目前新加坡码头 已成为 智能化集装箱码头 减少很多操作人员 也降低了营运成本 像您说的 这个码头上的 一个一个的活位 其实我们身边的 就都是博位是吗 对 现在靠在旁边的 这艘船是什么船 这是靠中原亚洲的 亚洲号是吗 亚洲号 能给我们简单的 介绍一下吗 这条船是一万箱的船 一万箱的船 那么具体的情况 可能上船 船会讲得更 一会儿我们有机会上去是吗 我们可以上去的 可以上去 其实现在它已经在进行 这个集装箱的 这个搬运的工作了 现在运来的货物 这是要把它放在新加坡港 是吧 这样的 每条船在这边呢 是有装卸 是两个动作 有的是卸下来的 也有装上去的 那么这条船目前在这边呢 是装卸和木架 比较大概有1800个标准箱 其实就是 不可能是货物运到这儿之后 空船回去 我们还要拉一些货物 再往再继续航行 对 船船它是那样 等于说是 一直这样来回走的 人家提上 其实一个站一个站的靠 每个站都要上课 每个站都要下课 这道理是相同的 集装箱就是 每个集装箱是每个客人 这样的感觉 中原海运亚洲号 2007年建造 总吨尾为114394 静吨尾为54951 是1万标准箱集装箱货船 在李华斋的带领下 设置组登上这艘巨轮 穿过船舱走廊 我们来到船长的办公室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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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您平时工作的地方 还是也是生活的地方 这是我工作跟休息的地方 这外面我的办公室 里面是您的卧室 中原海运亚洲好的船长 名叫居和林 江苏人 有30多年的航海经验 他对我们讲 亚洲豪在2007年投入使用 是中国第一条 拥有全部产权 并由中国船员驾驶的 集装箱巨轮 我们上一座船 地中海 一个希腊的比列布斯港 经过地中海 一个到苏伊士运河 再一个苏伊士运河 经过红海 这个红海 红海以后再到雅宁湾 这就是原来世界有名的海高区 经过以后再往东跑 这是斯雷兰卡 从斯雷兰卡南端 再到马雷加海峡 这个苏伊士运河的北边 算到新加坡 然后到达这里 我们现在的位置就在这儿 新加坡 这个看起来是一个很长的航线 从苏伊士出来到新加坡 五千海里 五千海里 那这一路上经历了多少天 我们这次从苏伊士出来 我们是7月4号出来的 到今天是7月19号的 花了将近半个月的时间 半个月的时间 亚洲号的最高时速 为25.8海里 速度很快 它最长航行的线路 就是这条海上丝绸之路 设置组一路走来 登上过许多大船 与我们拍摄过的巨轮大致相同 亚洲号具备餐厅 会议室 船员宿舍等 这艘巨轮上 共有27名船员 包括政委 轮机长 大副 二副 水手 气功等岗位 分别负责在航程中的驾驶 和机船设备 检修等任务 靠岸这天是大家的休息时间 我们听到活动室里 有船员正在打乒乓球 热火朝天 正在进行一场 非常激烈的乒乓球比赛 这个平时大家都是 不工作的时候 然后就在这锻炼锻炼身体 对 打得还不错呢 其实现在是因为这个 船是靠岸的 我们终于把它们给打断了 稍微停一下 我们一块儿聊聊天呗 现在靠岸 我们在船上都特平稳 平时在航行的时候 你们也在这打球吗 可以 也可以打球 因为我没有坐过 这么大的船出海 那个时候这船晃不晃 有风浪肯定要晃 还是晃的是吧 船长 有大一小浪大一点 晃大一点的 菊和林对我们说 船员在航海时的生活 可不像我们登船一样充满新鲜 是枯燥而漫长的 在船上打乒乓球 是他们为数不多的娱乐活动之一 虽然在波涛中摇摇晃晃影响一些发挥 但更充满乐趣 都是在船上待了多长时间了 我们上来差不多两个多月了 两个多月 两个多月是指这趟是吗 对对对 就指这个航行 那以前呢 这么长时间的航行生活 您是在船上工作多少 对 有大约有六七年 六七年 你呢 看着年轻一点 我是实习生刚刚到船上这条船 第一 这是你的第一趟长途的航运旅行 感觉怎么样 感觉也确实是 学校学的是个基础 在船上 这个确实上这么大的船 然后各个地方去摸索 也是受益很多的 特别是看到真的设备了 跟书上就不一样了 李海飞今年刚从海事大学毕业 第一次跟船出海 就是这趟长达77天的行程 多少有些不适应 他告诉我们 这次航行 他在船上度过了24岁生日 海员们为他举办了生日聚会 这个特别有意思 其实这是你过生日的时候拍的是吗 对对对 那个时候船是在哪 在 那时候应该在大海 地中海航行 对对对对 在航行 地中海航行 航行中 对对对对 那会儿应该是第一次在船上过这样的生日吧 对第一次在船上过生日 当时特别兴奋 也感觉就是也特别温暖 因为第一次有这么多人 大家一起跟我过生日 真的是最热闹的一次生日 也感觉就是特别 也有一种家的家的感觉 你有心理准备吗 就是可能 比方说你在上船之前 可能会觉得这生日也就这样了 因为大家可能也不会特意要给你庆祝 之前的时候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了 就感觉上船了 就只是做好了枯燥的可能的准备 但上来以后有生日 我们新船员上来以后 还有迎新晚会 过生日的时候 有生日晚上有生日派对 其实确实是真的感觉 跟想象的不一样 确实是 还是挺温暖的 一个个不足十平方米的船舱 就是船员临时的家 只有衣橱书桌等必要陈设 大海上没有无线网 没有手机信号 甚至没有光 但船员们熟悉起来后 就并不乏味 亚洲号只在新加坡停留一天 大部分船员都抓紧上岸时间 到码头附近采购食品 补充补给 第二天一早 他们将沿着海上丝绸之路 继续航行 将货物运往世界各地 城市场温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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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苏室 不沿着海上 满水 凌亚 病毒 逍苏室 不沿着海上 到海上 丘充 检浑 继续船 这只可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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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